字幕製作共启動 各位聽眾您好 歡迎收聽《陽光大道》 我們這個 podcast 是在美洲時間逢星期一早上推出 我們的節目有三個環節 分別是健康生活、社會透視、空中花園 现在我们有健康生活 各位听众早晨 现在就到我们健康生活环节了 早晨大家好 好开心我们一年几集 都有Peter在我中间 笑到口不迈口 没办法了 逼着我拉着他来 其实Peter Prosella 也很喜欢笑 你以前小时候叫做开心果 现在叫做欢乐小姐 我挺喜欢笑的 我觉得笑是很开心 Good Medicine 笑是一种运动 大家知不知道 我最近发现 原来大笑可以帮你的肚子减肥 是不是真的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笑的时候 你的环节膜又会运动 就是用风筋 然后你的肩膀又会运动 也有帮助 但是你想卡卡的声音 如果有人说 每天最好一天 最多限要要七秒钟大笑 七秒钟 之后早起床 你七秒钟大笑 就开始会 stimulate那些endorphin throughout the day 就会舒服很多 但是你不可以就这样站在后面 说卡卡卡的声音 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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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自然的 不自然的 一定要人家令到你说出来 真是大笑的 那哲笑也不行呢 不知道 我不怕哲笑的 所以我不哲笑的 不过刚才你讲话 你当你大小的时候 你身体那个荷尔蒙 就帮你produce 就是产生这个 endorphin endorphin 正面的荷尔蒙 是不是朱骨里面有的 朱骨里面有的 是啊 是啊 恩多芬 好像叫恩多芬 很多人喜欢吃大麻那些东西 就有那种endorphin出来 所以你不需要吃那些毒品 你也可以有那些endorphin 是的 是的 这个research说 这个endorphin 就是恩多芬 是一类的 natural pain minimizer 就是笑得多就不会痛 对不对 minimize 有个笑得太厉害 会痛的 那就帮助你 思想 清醒 清醒很多 清醒很多 为什么呢 这个恩多芬在行业 produce 出来令到你很舒服 还有有可能你变成你那些血 会circulate 也好一点 还有会令到你一个平静的感觉 对不对 因为你很平静 你那个angry 就会减少 还有你的思维又会清晰一点 那你压力又少一点 忧虑又少一点 又不会有忧鬱症 是不是 所以开心是好的 我发觉如果你笑得太厉害之后 你那个sensory organ 是很清醒的 是 就是什么都要闻 又闻到又看到又听到 是吗 那又是呀 你试一下 ok 所以你sensory organ好 因为你想得很清楚 就是你的东西多了 就是臭觉 味觉 听觉 对了 清爽很多 对了 就因为你的身体害与毛 可以stimulate了其他的sensory organ 对了 对了 臭觉也会刺激到你的免疫能力 你的immu system 是吗 对了 就会produce一些好的cell出来的 就是opposite opposite 就是那些人depression 就常常会病 因为这个问题就很多information 因为他没有这个happiness 对了 对了 经常忧鬱 那你身体里面就没有这个安多芬 对了 所以如果你看到圣经里面都会说 happiness 什么是happiness blessed 就是那些东西 耶稣都知道 如果你开心一个人呢 你的人呢 overall来说就很健康很多 对吧 还有你开不开心 也会影响你旁边的人 没错 是不是 你现在常常都这么negative 是不是 你常常都好像负能量的 我不喜欢跟你的负能量在一起的 那就是说如果你开心的话 可能你会多些朋友的 会的 就是人家喜欢跟你一起的 是不是 是的 可以happy 大家一起happy 一起happy 你今天这么negative 哎呀我弹开了 是不是 是的 我不喜欢跟你的 是不是 你常常都很喜欢 就是有些positive thinking 令到你开心 日子容易过一些 日子现在常都很不开心 很难过 或者如果你不开心 就粘在一些开心的人 是的 也可以的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控制到自己的情绪 就是看愿不愿意去 very good 那开心 我们说会影响我们的免疫能力 其实也会影响心脏的 心脏功能 总之会影响你血糖 血糖 是的 但是Belish 日本有一个research是说的 是 就说如果你笑得多 你可以降你的血糖 没错 就是它分了两group人 一group 笑完之后 它出来吃完饭 血糖的指数是低一点的 哇 那我们笑完才吃饭好吗 或者吃完就笑都可以的 你未必我们有一个叫 laughing therapy a session 五分钟也好 大家讲一下笑话 是不是 不如你明天讲一个 你后天讲一个 然后笑话 没错 记得一定要笑 大笑 便宜少笑 不是笑不容 一些smile 不是作状地笑 是 big laughter 大笑 big laughter 对吗 对 好 希望这一集 带给听众 有些思维去想想 我们应该经常有个 每天开开心心 至少欢笑 有首歌都是这样 对吧 BOBBY McFerrand 来到社会透视的时间 我是Cissel 行动不变的乘客 乘搭飞机的时候 登机落机 都可以有轮椅的服务 尤其是现代的新机场 越来越大 上机落机的距离 越来越远 有些就算平时 步行短距离 OK的乘客 去到机场 都会需要帮助 机场里面 有时有些moving walkway 可以帮助你 减少步行的距离 亦都有一些电动车 载客代步 这些服务 在美国都不可以收费 因为有这个ADA 美国残疾人法案 和另一个 在机场适用的法案 服务提供者 就是要向有障碍的客人 提供这些服务 就不可以歧视 所以美国人去到外国 例如亚洲 都未必明白 那辆代步车 就要收费 还有要预订 不可以就这样坐上去 而在安排轮椅方面 负责推轮椅的人 可能都是机场当局 或者地勤公司的员工 但你预订 一定是向航空公司安排 因为航空公司才掌握了 你乘客的资料 你早了 你迟了 你取消了班机 当然 航空公司通知就最好了 不过 都经常听到 机场或者地勤公司 安排不善 就造成乘客转不到机 或者飞机到了很久都落不到机 甚至有些航空公司 就被美国运输部罚款 甚至是因为轮椅迟到 强行造成病发死亡 而出现大额诉讼 行动不便 亦都有各种不同的程度 不是每个坐轮椅 都是要轮椅推到座位 有些人推到闸口就可以 自己还是可以走的 但无论哪个类别 一般都是比你最早上机 如果要在座位直上轮椅 一定最迟下机 这样才不会影响到 大部分乘客想下机 情况就好像 跟带着寶寶的父母类似 一般人在下机的时候 都会在空桥上 见到很多推轮椅的人 在等行动不便的乘客下机 尤其是拿着名牌 应该都是那些 可以自己下机的乘客 不过听闻有很多时候 人们讲笑话 坐飞机会奇迹自愈 这些什么情况呢 就是有些人上机要人推 下机就不用了 最简单的解释就是 有人只是想先上机 但又想趕着下机 于是就看到自己的名字 都不坐轮椅 当看不到就走了 因为行动不便 真的有各种不同的程度 在美国ADA的制度之下 服务提供者 又不可以 是随便质疑 问你为什么要坐轮椅 所以滥用的情况 真的有可能发生 但也有 航空公司报名制度 适应不了乘客实际的需要 有时某些航班的轮椅数量 是特别多的 尤其是长途 或者某些跨角航线 是特别多老人的 另外 听闻说 印度的老人 他们有一种 使他们行动不便的病 他们患病率特别高的 所以就算不是印度航线 你走过见到轮椅名单 似印度人的机会 也会特别高的 vm 各位听众早晨 Team Meagan 早晨 你们好 各位听众早晨 Meagan 牧师 早晨 各位听众早晨 大家好 是一個傳呼音的執事 是有權並不做一些以世俗的業務工作 來作為飼養的方法 但是在他傳導的時間 保羅也曾經多次在各種文化中心的都市 從事他的手藝工作來供給自己的需要 是的 因為在猶太人當中 體力勞動不是一些奇怪或低賤的事 上帝曾藉著摩西教導希伯羅人 訓練他們的兒女成為勤勞的習慣 如果青年長大而不懂運用體力做勞動的工作 這些就是父母的失職 即使一個兒童要受擔任聖職的工作 其實他要用的技術都是不少的 是的 每一個青少年 無論他的父母是貧是父 都要受一種職業的訓練 但不為自己兒女準備這種訓練的父母 就是算作違背了耶和華的訓悔 保羅就是遵照這種風俗 早已經學會了製造帳篷的手藝 保羅在作基督的門徒之前 曾據高為不需要依靠手工自供自給 及至保羅將所有的經濟都用在推進基督的聖功之後 他時時都必須靠他的手藝來謀生 尤其是在那些人可能誤會他的動機的地方 我們最先讀到保羅 自養傳道 乃是在貼薩諾尼加的地方 後來他寫信給那裡的教會信徒 提醒他們保羅願可以得到他們的供養的 以後保羅又在第二封書信中說到 聲稱保羅和他同工在這時候工作所發生的事 他這樣說 他未嘗白吃人的飯 他也說到 就夜做工 免得你們一人受拖累 這並不是因為我們沒有權病 而是要給你們做榜樣 叫你們可以效法我們 另外 保羅在貼薩諾尼加 曾遇到一些不肯從事體力的人 他後來寫信論到 這一等人就這樣說 在你們中間有人不按規矩而行 什麼工都不做 反倒專管行事 我們靠主耶穌基督 吩咐勸計這樣的人 要安靜作供 吃自己的飯 在每一個世代 撒旦都曾設法 在教會中引起狂熱的精神 來破壞上帝伯仁的工作 保羅的日子都是這樣 後來改革運動的日子也是一樣 在歷史上 威克里夫、路德和很多其他宗教改革家 曾經以他們的感化力和信仰 造福了世人 他們卻必須應付仇敵 所一貫所提出的引誘、狂熱 一些無理性和不聖結的人的詭計 那些詭計有時會這樣說 他們會捏造好像以下這段說話的教訓 他們就會說 聖結是會使人超脫一切屬性的思想 所以人是不需要勞動的 其他人則貿計幾段經文 而取極端的看法 他們以為勞動乃是罪惡 基督徒不應該 掛念自己和家庭的今世幸福 而應當奉獻一生 完全為屬靈的事努力 這種想法也都是不對的 使徒保羅的教訓和榜養 對於這些極端的看法是明顯的譴責 保羅在貼薩羅尼加的時候 並不是完全靠雙手做工來供養自己 後來提到這些經驗的時候 他就寫信給弗勒比的信徒 答謝他們 給他的這些禮物 所以信中這樣說 就是我在貼薩羅尼加 你們也一兩次打法人 供給我的需要 保羅雖然得到這樣的幫助 但他還是謹慎地 在貼薩羅尼加人面前 立下勤奴的榜養 以致沒有人藉口說他是貪心 今天時間已經到了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 再見 這次的Podcast 是由美國加州 Temple City 的基督福臨安息日會 羅省粵語教會製作 可以分別在AWR 的各個管道收聽 和Subscribe 訂閱 包括蘋果機的Podcast App iTunes 還有Google Spotify Amazon 等等 而多年以來的所有節目 還可以在Linguaspirita.net 的網站重溫 我們還會將節目上載到我們的 YouTube Channel Sunshine Blvd 陽光大道粵語 Podcast 大家可以按Subscribe 訂閱 我們還設有Facebook專頁 你按了Like 即是讚 就可以每個星期看到 我們最新一集節目的消息 這個專頁的網址是 Facebook.com 一切 Sunshine Cantonese 好 我們下次再見